2023年1月9日,乐华娱乐在网上公布了关于王一博的名誉维权案件进展说明。 而进展说明中,黑粉对王一博进行的侮辱与诽谤是发生在2022年9月份,直到2023年1月9日才正式立案审核。 而今,2023年11月份约末了,这一份从取证到告黑到立案到正式判决。 足足花了一年多时间的案情,终于告了一段落。 王一博会在7日内获得黑粉连续15天的公开赔礼道歉,并且会获得精神抚慰金2万元,律师费8000元。 总共不过2.8万元,从法院公告详尽来看。 公告内容也仅仅只是判决了黑粉对于王一博的道歉以及2.8万元,其中王一博的其他诉讼请求虽不知是什么,但是却被法院驳回了。 很明显,即便王一博遭受到那么多侮辱诽谤的言论,以至于他的公众形象受到严重损害,自己的个人声誉也造成了极大负面的影响。 在王一博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来,对自己的名誉进行维权的情况下,得到的依旧是一份道歉和区区两万八千的赔偿,而黑粉却可以在15天的道歉和赔偿2.8万元之后,继续对王一博进行又一轮的造谣与污蔑。 毕竟他已经知道了他所付出的,不过是不到3万元的罚款而已。 前不久,王一博参加广电座谈会上发言积极做一个传播正能量的人,而王一博也的确做到了他是C时代青年的代表。 这样优秀的一个青年,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受着恶语造谣与抹黑,在面对自己的名誉受损的情况下,只能通过长达一年的告黑来进行处理,却无法遏制源源不断的恶意,只能说维权的路真的很漫长。 只不过即便如此,互联网依旧不是法外之地,即便造谣的成本很低,维权之路很难。 但王一博在经受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之时,依旧会通过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。 即便他得到的仅仅是15天的道歉与2.8万元,但别忘了黑子们已经留下了暗底,在未来的生活中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。 真性方面也会有记录,造谣的成本确实很低,危害却很大,不是所有艺人都会像王一博一样奋力维权,也正是因为如此, 这群恶人们才屡试不爽。 而更加可怕的是,这些黑粉究竟是个人行为? 还是有团队指使,真的是细思极恐。 若是不能真的将他们罚怕了,恐怕也只是又一个我没错,下次还敢了。 只不过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开端了。 自从王一博火了之后遭受到多大的恶意,想必大家心中都是有数的。 告黑的确是一个异常漫长的过程。 粉丝们即便内心煎熬,也无济于事,能做的只能是相信法律,相信正义。 王一博只会越来越好,他站得足够高。 黑子们的唾沫也最终只会落到自己的身上。 你看,这判决不就来了吗? 好有点好看。 感谢观看